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一块凯霞的硬盘 硬盘其实还是比较新的 生产日期是23年 先看一下这个电流 硬盘电流是在0.25这里不会动的 之前我拆这个型号的时候 里面用的是群联马甲的主控 不知道这个23款的有没有换方案 咱们先把它给拆开吧 硬盘采用的主控果然是熟悉的群联马甲 只是这个颗粒更新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BIS5的颗粒了吧 反正我也没有查到 咱们先短接上机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短接口 硬盘的主板上本来有8个颗粒的 但是检测工具上面只读出了7个颗粒ID 可以看到 左边这一个通道上面的第二个颗粒ID是缺少了 因为目前不知道是主控损坏导致ID无法识别的 还是颗粒本体损坏无法识别 主控有一个而颗粒有8个 另外这个还是TSOP封装的颗粒 为了不让问题复杂化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主控拆下来 单独测量一下这些颗粒的西医信号 毕竟焊接TSOP封装的颗粒 它并不是我的菜 颗粒的西医信号它在第九条腿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这第九条腿的信号对地主值有没有 从这一个圆点开始数到第九条 大概在这里 对地主值差不多是两兆 我们继续来测量下一颗 刚才我已经把这八个颗粒全部测量过一遍了 对地主值看起来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 这个西医信号到这个主控这边的连通性是怎样的 测量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一边连着颗粒的第九条腿 另一边就在主控的焊盘上面摩擦 只要我的表想了 那就证明主控到这个颗粒的连通性是没问题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在后台上面全部测量好了 颗粒到主控这边都是连通的 并没有出现断线的情况 虽然只测量西医信号会比较片面 毕竟这里还有八条数据线信号没有做测量 数据线在通道之间他们是可以共用的 而西医信号每个颗粒都是独立的 如果颗粒的数据信号也存在问题 确实会导致ID无法识别的情况 假设他们是BGA颗粒 我早就直接干颗粒来单独测试了 但是这次我得反过来证明颗粒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主控虚悍 导致西医信号无法被识别到 咱们先把这个主控重置一遍 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善 再来看一下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还是缺同一个位置啊 现在我只能继续怀疑 是不是这个主控本体 它自身出现了损坏 因为我还是不想拆这些颗粒 为了弄清楚状况 我准备拿一块不包好的料板 把这个主控给它替换过来 其实这个就是群联三大一的马甲 现在主控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不过这里缺少的颗粒ID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上啊 那现在就只剩下最艰难的一步了 咱们拆颗粒来进行检测 在正式开拆之前 还是先把这上面这一排颗粒 给它加焊一下吧 毕竟拆下来以后就没有回头了 稳一点好 颗粒这一边的引脚 我已经全部给它加焊完了 假设上电以后 电流还是卡在0.25 那么这一个盘 有大概率就是颗粒挂了 靠 果然还是卡电流的 现在所有的紧急抢救测试 都已经用完了 唯有拆颗粒来对它进行验伸 先说明一下 这次翻车的概率是高达90%的 先从后面这里拆起 现在我们再来进行一下检测 哎呀 看样子拆的地方不对啊 我应该拆掉右边那一颗的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 为什么你不一开始 就拆掉这一个颗粒进行检测 是不是在故意水时长 其实维修就跟交朋友一样 唯有逐步深入了解双方以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交流 哪有一上来就直接干一泡颗粒就跑的嘛 看样子这一次是蒙对了 那么这一片颗粒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连接这一个编程器来读取一下 很显然 这个颗粒ID是读不到的 这就证明它原来的这一片颗粒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把另一片接上去 另一片我已经给它连接好了 可以看到 两边读出来的ID是一样的 这一块盘做到这一步 我也只能说是真的尽力了 因为它这个颗粒是损坏的 我也只好跟这名网友如实交代了 由于颗粒损坏 你的资料无法被恢复 这个项目是您的 因为您的颗粒我 找到一种颗粒 要一种颗粒 转的到一种颗粒 让它们开始